下午的四点十二分 那么多人在新北市淡水渡船头 等着坐轮船到对面的巴黎 你看对面的巴黎 人山人海 排队的嘛排得好玩都看不到了 吓死人 这是淡水的渡船头码头的情况 现在没有下雨 你看船都跑了 你看没有 这个船不知道 你看船已经跑了 很多条船开到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坐船 很可怕 大概电动轮椅不能上去 当然普通的轮椅可以坐上去 电动轮椅是坐不上去的 这是淡水渡船头的码头情况报道 当然我们残疾的人 船上的人不要来这边坐船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坐不上船的 看到没有 这又一条船要停靠了 这是记者燕国龙 在台北新北市淡水的渡船头码头报道